大家好,我是塔羅神Jessica 今次不僅講占卜,不僅講成魚魔法 會講講2020年十二星座各大運程 白羊座上半年人緣不錯 不過下半年要小心身體,推動而破財 而事要方面上半年會有突破,有不少機會 做起事來都會得心應手,亦有機會升職 而自古人士上半年可以擴大自己業務 而下半年要守,不可以供 重量為自己減壓而取得平衡,否則便會勿極必犯 到財運方面,賺錢能力會強,不過不可以互亂花錢 要多方面投資,而投資項目不可以高風險 亦不可以放在一個投資項目內投資 否則便會血本無歸,而連美時偏財運都會較強 到感情你會發覺會有些驚喜 不過就不要因為有很開心而做錯事 桃花運是不錯,單身的你應該多次參加 不同的活動,去認識新朋友和一些愛人 已婚就不要因為一時的衝動,而破壞了自己的婚姻 亦都不要因為想改變對方,而令對方有壓力,想遠離自己 金牛座今年的運程,你會發覺很不穩定 事好事壞,而事業方面就要小心不要在別人背後說別人壞話 因為會惡性重環 到跟別人交往時,小心被騙 工作上,如果你轉了新環境會更加好 而做生意,你就可以更加擴充自己的業務 就會令自己賺更多錢 到財運方面,你可以經營一些副業 當你努力過之後,你會得到應有的回報 而金牛女方面,不要浪費那麼多錢在一些奢侈品 你會發覺下半年的財運會好 到愛情方面,容易會有磨擦 重量以一個溫和和正確的溝通方法和另一半溝通 不要吵架 而單身的你,就要主動出擊 不要因為害羞影響自己的桃花運 雙子座今年很具挑戰性 要好好珍惜每一次的機會突圍而出 而事業方面,工作運不差 容易得到上司的賞識 不過小心,少人會妒忌我們 而做好多少動作影響我們 重量凡事都要低調地處理 不要那麼容易相信旁邊的人 他們有機會背叛我們 而財運方面,就小心因為過度的交際 應酬影響自己的財運 任何投資項目要以手為功 還有今年會比平時辛苦些 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愛情方面,三月份要小心鬧分手 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 多點跟另一半溝通 而異性緣會好 不過不要因為貪新鮮 而影響自己跟伴侶的關係 對下一座要注意心情開朗 不要因為小事影響自己 而事業方面,下半年會比上半年更好 很多次因為自己不夠耐性 而引到自己出錯,而影響心情 如果你當老闆,就要小心一些帳目上的東西 可能小人會陷害你 而財運方面,就要選擇一些較穩定的項目 不要投機 十月份的偏財運都會不錯 到愛情方面 四月和六月就要主動去爭取 就會守得運開結月明 還有要給予多些安全感自己 很多時因為自己缺乏安全感 而影響跟另一半的關係 到單身的你,就要勇敢些 踏出多一步 因為桃花運很多時不只是運那麼簡單 都要靠自己主動去爭取 獅子座要虛心學習 多些聽別人的意見 不要一意孤行 而事業方面,上半年會多些麻煩 應該學多些新知識 令自己更加增值 到今年會有升職的機會 人際關係都不錯 而七月就會因為水益的影響 要保守不易急進的東西 其餘時間都可以放膽去做 就會有收穫 到財運,就要小心 因為開支大而影響自己的財運 而偏財運都不錯 有機會可能你賣了自己的物業 而得來一筆的錢 到七月就要以手為功 愛情方面要珍惜和感恩另一半 要對它體諜一點、關懷一點 今年的桃花運不錯 容易結婚 而單身的你都有很多追求者 去追求你 不過要大眼熄人 小心別人欺騙你 處理了就不要因為追求不到完美 增加自己的挫敗感 打擊到自己的自信心 事業方面上半年會有辭職的念頭 不過不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工 所以做好不要辭職 而八月和九月事業運都不錯 重量要謙虛一點 而且你今年會發現比之前的名氣大了 多了客人對自己的認同 而財運方面可能會中獎 亦中獎運比之前好 到六月就要小心破財 亦有機會別人會騙你 不過十月的偏財運不錯 而愛情方面 至於二月和五月容易出現心儀的對象 要主動把握的機會 不要給那麼多壓力對方 還有如果夫妻關係 今年重量要開心一點和和諧一點去相處 不過比之前已經少吵架了 天平座就不要因為猶而不決去影響到你自己 事業方面各方面你也發覺發展得不錯 亦會有個人幫助你 至於三月份的工作 會有新伙伴 而你可以在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 十一月份就要小心謹慎 否則就會有重大的損失 而財運方面 四月份之後財運都不錯 而五月份、七月份的正財、偏財會更好 到十月千萬不要沉迷賭博 否則就會有嚴重的損失 整體整年的生活質素都會升級 而愛情方面要用正確的態度去對待對方 不要因為愛情而忽略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三月、九月和十二月桃花人員都不錯 多點關心自己的伴侶 否則他就會投訴你忽略他 天蠍座今年會達成你想要的目標 不過不要禁給壓力自己 事業方面重量要平移近人 不要太枯 要自己堅持的東西最終都會得到收穫 賺錢是重要的 不過要拿得平衡 不要因為這些而影響自己的心情 到財運方面 上半年的正財及偏財運都會好 要好好把握這些機會 而下半年都不過不失 不過小心有人可能會騙你錢 到十一月就要小心破財 不應該亂花錢 到愛情方面 不要勉強一段不屬於自己的感情 桃花運是不錯的 不過因為太重視工作 而影響到自己和另一半的關係 他會覺得你忽略了他 由馬座來近一年 你會發覺自己有很清晰的目標 你會是一個新褪變的好機會 事業方面可能會有些阻滯 不過千萬不要放棄 只要你堅持和他不斷進步 你都會成功 至於今年會發覺是比較奔波多些 同時要小心又少人 到財運方面 偏財下半年是不錯的 亦都可以靠朋友或親人助力 令自己更加容易賺錢 不過在房屋和車方面的開支會較大 要盡量要小心一點 至於愛情方面 不要因為貪心忘舊 以及要控制自己很喜歡新鮮的感覺 就要控制一下這件事 以及今年有機會會有寶寶 所以如果已婚的你 就恭喜你們了 至於下半年 前度有機會再找回自己 不過要理性一點分析 是否應該和大家一起呢 生養了 今年不要因為自己過份的保守 影響到自己的機會 而事業方面 發現5和6月 不要因為太固執 而影響自己的人際關係 要聽多些人的意見 亦都會有貴人幫助自己 工作態度盡量要低調一點 至於財運 你發覺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 10月更加有偏財運 以及要小心一些小人 會影響自己的財運 不要因為過度的交際 而影響自己超出漁船 到愛情方面 你會發覺單身的 你有機會會脫單 不過要小心三角關係 上半年的桃花運 會比下半年更好 不過都要主動速擊去做一些事 以及要小心外界的引誘自己 如果你已經有伴侶 就要更加注重與伴侶的溝通關係 水瓶在未來的年 就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脾氣 事業方面 不要憂慮情緒影響自己的工作 做事要堅持 不要三分鐘熱度 做任何事都要親力親為 而財運方面 就要戴眼色 人小心破財 今年會賺多了錢 亦都會花多了錢 而10月份財運是好的 所以就要努力等收成 至於愛情方面 今年會比之前多人追 而同另一半都容易有問題 有問題不要逃避 大家要冷靜點處理 雙魚座 未來年就要腳踏實地 你就會有更多收穫 事業方面 就要衡量輕重 不要因為自己的情緒 影響自己做錯事 有機會接觸一些新知識 或者轉工 同時以客人方面 就要多些合作 就會令到事半功倍 而不要因為暴躁 而影響自己工作的表現 到財運方面 你會發覺有意外的支出 如果你做生意 就要小心被人告 不要做別人的擔保 還有要儲蓄的習慣 不要因為一時的開心 而互亂花錢 到愛情方面 你會發覺很豐富的今年 就很嚮往被人關注的感覺 至於你有固定伴侶的那些 你就不要因為外界的引誘 而影響到你們的感情 還有盡量要理智一點 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還有要戴眼色 別做錯任何的決定